今日的E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长江基建 选选原因就是 公司在全球多国经营公用事务 在美元不再强势的情况下 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增添额外上升动力 并且降低他们会对亏损的压力 另外,长建纯利近半数来自英国 而英国在2023年12月中宣布监管重置 为长建英国业务掃除不明朗因素 信仁说到 根据英国天然气及电力市场监管机构 在2023年12月公布的价格规管文件 与其长建相关资产的资产回报率 就是会有潜力由3% 提升到4.2%至4.3% 第二,主要央行有望在2024年开始减息 公用股的吸引力回升 以及利息开支的压力就会舒缓 环球利率向下 不单只增加长建的吸引力 亦有助他们舒缓利息开支的压力 虽然公用股的现金流强劲 但在收购或者兴建新公用事业资产的时候 难免会进行贷款融资 利率下跌自然可以缓和 包括长建在内 公用股利息支出的压力 综合近两个月 劝商给予长建的目标价 平均是49.17 投资者守住不妨等长建回到46元以下买入 如果股价有机会 回到44元水平就可以加注 初步先看50元 之后再看2022年初 阻力水平是55元 但跌穿41元就适宜止舍了